在停机坪上,一架新天翁教练机发出轰鸣 随着发动机转速不断提高 机尾后方的胖子被吹得人仰马翻 该机安装的伊夫琴科AN25涡扇发动机 在5.05千牛巡航推力下 每秒燃烧120克煤油 吸入4.5立方米空气 每分钟吸气量约270立方米 是家用油烟机的十多倍 这让网友脑洞大开 用这样的发动机打造油烟机 这得多猛 效果岂不是无敌 那我们立刻开干 毕竟油烟机就是铁皮包电机 没什么技术含量 以常见的每分钟25立方的大风量油烟机为例 有效补给区域集中在西风口附近5-15厘米的范围 炒菜产生的油烟在热力作用下膨胀飘起 直到进入油烟机补给区域后被吸走 在这个过程中 大量升腾的油烟及细颗粒物 由于不规则的布朗运动 四处飘散到整个厨房中 因此油烟并没有被完全吸走 既然如此 就加大换气量 将整个厨房的空气交换一遍 于是我们制作了一台吸气量 是普通油烟机十多倍的超级油烟机 装进一个长3.5米 宽2.5米 高2.5米的标准模拟厨房 全力工作时 直径60厘米的进气口风速约16米每秒 但进气流道向下急剧扩张 以至于在灶台附近的风速衰减至大约0.5米每秒 油烟颗粒受到烹饪热力 制造的冷热对流推动向周围逃逸 不断进入室内缓慢宽流中 长时间循环 浓度累积升高 是厨房的PM2.5超标 人在烹饪过程中始终呼吸污染空气 这和我们一开始的预期并不符合 因此这台吸气量达到每分钟270立方米的油烟机 实际效果仍不如人意 究其原因还是灶台附近的风速急剧衰减 导致基本丧失构建流道的能力 即使降低吸气口位置 也没能完全覆盖灶台处 同时烹饪空气热力膨胀 人员扰动 环境气流都可导致看不见的PM2.5大量泄漏 弥散到室内流动缓慢 一般需要油烟机全力抽吸十多分钟才能通风清除 看来力大飞砖的巨型换气扇思路 并不能解决油烟逃逸扩散的问题 那有什么办法提高灶台附近的气流速度呢 一架战斗机提醒了我们 它慢速滑行时 只需通过收缩尾喷口 使喷管流道的收敛度增大 就能提高喷气速度和推力 看来让流道更加收敛 是提高气流速度的有效方法 因此我们把吸气口面积缩小 并改成长条形 这样只需要每分钟13立方进气量 就可使吸气口风速接近每小时50公里 并由于近期流道的收敛度增大 使灶台附近的气流速度明显提高 对上升油烟的补给效果有所增强 但向四周扩散的油烟却无法有效约束 为了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又来到机场上 发现飞机引擎会产生像小龙卷风的地面窝流 转速高吸力强 连地面的沙尘小螺丝钉也能吸进去 原来是地面侵占了引擎下方的进气流道 形成一股快速上行气流 该气流和风扇进气窝流 具有相同的漩涡强度 边缘的速度环量相同 因此截面更小的气流具有更大的角速度 于是形成了高速窝流 可见减小气流截面积或增大漩涡强度 都可提高窝流转速和吸力 从而限制细小烟雾逃逸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我们给油烟机两侧加上扰流板 使气流向背面偏转 在油烟源头形成截面积较小 具有一定转速的窝流 这两股窝流又会引射旁边的空气运动 使吸气口前方来流出现速度梯度 又形成两个反向窝量 最终变成四股窝流覆盖灶台 从源头将油烟吸引锁定 使其无法在热力作用下向周围扩散 只能随窝流上行进入高速吸气流中 从而实现了油烟原地约束 一波带走的萌萌窝流锁烟技术 考虑到猛火爆炒及颠锅时 顺时爆发的大速度热气流 可能推动烟雾向上脱离窝流 为此我们给油烟机外延安装吹风口 呜呜 风力太大了 调小一点 吹出的低速风帘受到吸气流影射而大幅偏转 平缓交汇构成环流 将逃逸到上部的烟雾封闭并送回吸气口 至此我们的新型油烟机研制成功 它只靠较小功率和排风量就完美阻止了烟雾逃逸 实现了惊烟度和能效双赢 就在萌萌准备拿着这个PPT去找投资教父雷军融资的时候 发现小米早已发布一款米家智能静烟机 瞬间让人感到五雷轰顶 它和我们采用同样的飞机空气动力学原理来设计油烟机结构 更要命的是 它不仅实现了油烟不泄露逃逸 厨房PM2.5低污染 还比萌萌排烟机拥有更多贴心细节 不愧是投资教父 看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研究飞机算了 融资报复走上人生巅峰的美梦又破灭了 2.INA